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祺 这个是由BFN财经为你制作的自由时事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 关于苏丹的内战的后续的一些发展 这个苏丹的冲突呢 已经是持续了半个月了啊 虽然国际的很多的国家都在斡旋 那希望他们可以停火 但是呢 这个停火协议很像是没有什么用 现在呢整个在苏丹 它的这一个冲突是不断的扩大的 我们看到英国的卫报就报导说呢 苏丹的这个政府军跟武装团体 快速支援部队RSF 在4月15号在首都呢 喀吐木爆发冲突吗 然后战火就现在已经是迅速蔓延到全苏丹了 对 那交战的双方呢 虽然在4月30号的时候 他们是同意要停火了 而且这个是这个停火的协议 是要再延续72小时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这个战斗是没有平息 而且双方他们都互相指责说 是你破坏停火协议的 都是在指责对方 那目前累积已经造成了 528人死亡 4599人受伤 而且联合国认为呢 实际的伤亡人数还可能 比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还要更多 由于这个苏丹在当地呢 联合国的形容是说 人道危机是急速在恶化当中的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他就派遣了主管人道事务 还有紧急援助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格里菲斯就赶快到当地去视察这个情况 希望是可以阻止说这个危机持续的恶化下去 那么也希望呢 不要让这个所谓的苏丹两个军方的这个冲突变成长期的内战 那格里菲斯就表示说 苏丹人道危机的发展呢 它的规模跟速度是前所未见的 似乎是已经来到了临界点 恐怕就会对苏丹 甚至是整个区域造成长期的影响 那这个副秘书长他也表示说 这个当地在战火的这个影响之下呢 就失序了嘛 所以联合国人道办公室跟仓库呢 都遭到大规模的洗劫 绝大部分的这个储存的物资呢 都被夺走了 那联合国的人员也必须要找紧急的这个运送 去发放救援物资 然后也要去找到一些新的方法 确保说当地的这个人道援助是能够进行下去的 那么当然无论如何 最好的这个方案就是立刻停火啦 他是这样子说的 那但是双方虽然多次 就是说这个苏丹的两个军方都同意说 OK我们可以延长这个停火的协议 可是就像能解你说的嘛 他就像一张没有用的白纸 就是这个停火协议 每一次成立了之后 他都是很脆弱的 然后冲突依然会不时的传出来 其实我们看到苏丹呢 它是一个拥有46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 我们现在在这个国家里面呢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呢 是需要外界的人道的救援 才能够继续的存活的 那苏丹的政府军以及这个RSF的爆发的战火呢 不仅破坏这个救援体系 也破坏了国际支持苏丹民主的进程 这个其实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 也是有提到 那么其实呢 在距离首都克吐木850公里 濒临红海的这个苏丹港呢 现在就成为各国的侨民 以及当地的难民 他们主要疏散的这个人道的救援中心 那么其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已经派遣了军舰 以及这个私人的船只呢 然后运载来自上百个国家 超过5000人来横跨红海 要来逃离苏丹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多国的 这个运输机也飞到当地 然后加速的去撤侨 其实就是为了要躲避战争 那么许多的这个难民呢 他们就跨越苏丹的边界 那么就前往比如说像是 查德中非等等的国家 是苏丹的一名商人 他同时也是当地的慈善家 就有形容说 目前苏丹呢 是处于内战的一个状况 这个冲突双方都很难彻底的获胜 那他其实本人也不想要苏丹 成为下一个叙利亚这样子的地方 就是战火不断硝烟弥漫的 那么也认为绝对不能够让这个冲突 蔓延到边境之外 就演变成一个区域性的这个战争 或者是冲突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就宣布说呢 会立刻的就是来赶快来执行 在苏丹的一些行动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 因为内战的关系 其实有很多人都吃不饱 那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民众 他们是需要外界的援助的 那么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 原就说冲突进一步的加剧 苏丹本身已经存在已久的这个人道主义的危机 包括了像是儿童吃不饱 营养不良的问题等等 不要说儿童了 即使一般的民众也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内乱的关系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道的危机跟困难 所以现在呢 我相信这个部分也是国际社会 应该要赶快来关注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真的是认为说人民是最可怜的 是 其实在这个内战 或者是这个两个军方冲突的事件爆发之后 国际上面就一直有在呼吁双方要停火 确实这个两个军方的首领呢 他们也有为了要响应国际地区 甚至是国内的一些呼吁 就宣布从刚刚过去的星期天的午夜开始呢 将人道主义这个停火的协议的期限呢 延长像能界刚才提到的72个小时 三天的时间 那目的就是为了要打开人道主义走廊 让这个所谓的走廊呢 能够顺利的让这些要逃离当地的一些人民 就是无辜的老百姓 能够尽快的顺利的抵达这个安全区域 有两位的这个美国官员 其实也有告诉路透社 就说美国已经派遣了一艘海军军舰 就前往这个苏丹 帮助撤离就是滞留在当地的美国公民 那么根据一些资讯 也有指出说一艘快速运输船 也会暂时停靠在苏丹港 就是估计呢 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快速运输船的停泊 就能够撤离数百名的这个美国公民 那英国政府其实星期天的时候 也有表示说 英国已经额外的 他们已经有派过 但是现在又额外的安排一趟这个班机 在5月1号的时候起飞去撤离在苏丹的公民 那么迄今为止就是美国 其实已经撤离了2122人 其实说到了这个苏丹撤侨的问题 我们看到说现在也成为中美的一个口水战 特别是中国似乎是在这一次呢 趁机做了一次的大外宣 那在4月29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部长助理呢 华春莹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呢 他就发了一个文章 他说对比中美两国在撤侨 并且维护本国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做法 那这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做得比美国好了 因为我们看到说 这个他的这个图片里面呢 就是有中美的对比嘛 他说其实中美之间的区别呢 就是当国人在外国遇到危险的时候呢 美国官员会先自行撤离 而中国的外交官呢 总是先帮助本国公民撤离 最后自己才会离开哦 其实华春莹他会提出这个质疑呢 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也情理之中 因为确实最早最早最早传出来 要撤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第一个真的是美国 然后是美国的外交官 说驻当地的这个使馆 开始进行了紧急撤离 然后才开始有各国陆续传出说 他们也撤侨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说 美国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撤侨呢 其实是有的啦 美国的国务院就是在星期六的时候就宣布说 一支有美国组织的车队呢 已经将逃离苏丹战火的这个区域的美国公民 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公民呢 撤离到了沿海城市 也就是这个苏丹港 那么随后也被撤离 就是这些被撤离的侨民呢 也将会转移到沙迪阿拉伯去 那美国就他们也是有说 他们会持续进行这个撤侨的行动 然后此前他们其实是透过各种的方式啦 陆路也好 空中也好 甚至有船只 都已经撤离了外交人员 还有数百名的这个美国公民 撤离这个苏丹的 其实我是觉得说 在别人的伤口上面呢 去做大外宣这件事情 还是蛮值得商榷的啦 因为苏丹内战呢 它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热区嘛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 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都应该来关注 而且期待这场的内战呢 可以尽早的平息 我想最可怜最无辜的还是苏丹的人民 那身为大国像中国这样子 应该在这个时候来思考说 如何来帮助跟援助这些无助的人民吧 对啊 如果这个时候呢 还在利用撤侨的议题来做大外宣的话 可能就会让国际社会觉得说 是不是格局太小了呢 也失去了大国的风范 是 那么当然这个苏丹现在的这个停火协议 就像刚刚康奇有说的 是如此的脆弱不堪 就是答应来要停火 但是没有停火 我想这个国际社会 应该也会持续来 继续的来关注在这个焦点的地区上面 而且接下来我们要看的重点 就是说联合国会不会派出维和部队 进去里面来平息这个战乱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部分 那不晓得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欢迎你随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自由时事是BFN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gin.my BFN的网站或者是BFN的app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 还有YouTube听到我们的节目 自由时事 自由聊时事 让你做出正确决策 最后发生不得了 最后发生不得了 最后发生不得了